中國不能沒有朝鮮 就像中東不能沒有耶路撒冷 朝鮮作為地球的中心 是人人嚮往的美好地方 您要朝鮮一張床 不要上喊一套房 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左軒 眾所周知 朝鮮作為世界的貿易中心 真的是一個人人都想去的地方 唉 奈何我沒有什麼本事 沒有辦法在朝鮮立足 總是心生遺憾 但是呢 我們也可以感受一下 朝鮮當地的美食 你算感受一下這個世界頂級的感覺 廢話說 一起來看一下吧 買了兩個啊 一個是牛肉 一個是胡辣湯 朝鮮特產 就憑著四個字就值100塊錢 然後我這一盒的話買了108 花8塊錢就有750克牛肉 可以吧 然後這一份呢是胡辣湯 四袋一共28 一袋只要7塊錢 這個是番茄味的胡辣湯 這個是爆蔥牛肉味 牛肉燉粗糧 這個是蔥香紫菜 不愧是朝鮮的盒子啊 啾啾已經迫不及待的想在裡面安家了 咱們好好努力 爭取能把你安排到朝鮮去混 做一個朝鮮嗎 好吧 各位叔叔阿姨多多點贊啊 盡許把這個送到朝鮮去 OK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牛肉 這麼大盒子只有750克嗎 他們說在朝鮮 買10斤牛肉 9斤半都是牛肉皮啊 拿著就這啊 外包裝還可以啊 這裡面的包裝 就像我們小時候吃那種零食 那種素牛肉啊 開在及時的 那我們就直接拆開啊 裡面是一塊正宫包裝牛肉 還有點小料 這個胡辣湯不是及時的 做一下 然後把這個一起來吃一下 看看好不好吃吧 OK 我們來煮這個胡辣湯啊 看起來有點像豆奶 加上半碗涼水 咱們把它調成糊狀啊 往鍋裡面加入三碗水 大概1300毫升 好 水開了 也可以DIY 加點雞蛋啊 肉塊啊之類的 我們就加入朝鮮的牛肉啊 來個朝上加朝 這個應該差不多了 終於是做好了啊 澆上醬料 美滋滋啊 先來吸一下這個胡辣湯啊 糊糊的 嗯 嗯 還有點鹹啊 滿滿的這個胡椒粉味 可能是我這個水放少了 有點鹹 嗯 不過真的很香耶 北方的小伙伴可能經常吃到胡辣湯啊 作為一個土生土生 我們南方人說實話 吃的比較少 但確實挺好吃的 挺開胃的 哇 山東喝的造鹹 肉皮 咱們是叫這個朝鮮的牛肉啊 看有沒有那麼牛皮 看起來還不錯啊 紅通通的 它這個醬料 你別讓它紅紅的 一點也不辣 它這種芝麻醬料 紅油的感覺 吃起來非常爽 果然是世界一泄程式啊 就是殆勁 胡辣湯這玩意兒 一開始喝的有點麻麻的 怎麼越喝越上癮呢 口感的話有點像 我們南方吃的這種 比較稀的粥 特別是加了這個肉塊之後 有點那個皮蛋瘦瘦的感覺 建議可能進行搞個新品啊 胡辣湯應該還不錯 牛肉哇 牛肉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就跟一般其他地方賣的 切牛肉一樣的 OK了兄弟們 這個來自世界的中心 朝鮮的這個牛肉跟胡辣湯啊 我已經全部試過了 真的是特別好吃 特別是這個胡辣湯啊 鹹鹹的香香的 一吃停不下來 當然了我這也屬於這個館中匯豹啊 當地的話 肯定還有各種各樣的美食啊 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去當地 好好的 試一次 好嘞 那本期視頻就到這裡了 小伯仁我喜歡嗎 幫我給我點贊哦 我是周圓圈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